近日 一年一度的媒体眼中的一人好感度调查先先出炉 男性中入围的有龚俊 杨阳和朱深 女星则是迪丽热巴和白鹿 龚俊是上一年最大的黑马男星 主演的古装剧《山河令》凭借好口碑逆袭 饰演的温客行 温润如玉 将原著人物完美地演绎 用演技征服了所有人 媒体对他的评价是 红了人没飘 依旧谦和礼貌有趣 走红之后 龚俊从十八线一跃成为人气顶流 相继接下了不少新的代言 一夜爆红 对于明星来说 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改变 但龚俊依然能够保持好心态 连合作的品牌商都对他赞赏有加 表示龚俊特别谦虚 这在明星中很难得 获得好感度艺人 实至名归 杨阳在圈内红了近十年了 从第一代流量小鲜肉到至今 一直保持着高人气 很大原因就是他的为人处事 媒体对他的评价是 真诚没架子 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 杨阳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 笑容很治愈 做人做事也都是谦虚有理 合作过的艺人和导演都对他赞赏有加 很多明星走红之后 或多或少都会传出耍大牌的消息 但是杨阳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问题 为人很真诚 周深获得媒体好感度艺人 也获得很高的掌声 被暂时及优质采访对象的所有特质 两个字 完美 周深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 他拥有中国的优质嗓声 纯智且优美 有着好声音天籁美声的美誉 成为人气歌手之后 他很亲和 完全没有架子 经常在社交网络平台上 经常与粉丝亲密互动 时不时的玩笑欢乐 很随和的一个人 白鹿在2021年很火 主演的《御楼春》 周深如故 一生一世都成为了爆款好剧 人气高涨 除了演技之外 他五官柔和精致 外形清新亮眼 身材好 简单不做的文风 也收获不少网友喜爱 备赞 人眉 有梗 性格好 底力热巴这两年后继勃发 开启罢评模式 主演的《枕尚书》 《长歌行》 《你是我的荣耀》等 都成为了爆款大剧 人气飙涨 隐隐有成为第一女星的潜质 在媒体人眼中 底力热巴的人缘很好 备赞 既真诚 又有梗 虽为顶流 却毫无架子 对于热巴这样的评价 很多网友都很认同 除了拍戏外 热巴还会参加很多的真人秀节目 从来没有与人闹过矛盾 性格爽朗不做作 很受喜爱的姑娘 有颜 有身材 演技又好 真的可以说是 极颜值 意德 于才华于一身 难怪收获那么多粉丝的喜爱 总体来说 这位获得该容易 都是众望所归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 进行点赞 留言